然而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 袭击的一幕发生了 一个网名叫残血的人站了出来 说他就是打人者 不仅如此 他还在微博里发了自己的照片 最让人诧异的是 他还上传了几张 打人的时候穿的衣服的照片 那这个人是真正的打人者吗 他主动私信我或者是 at我 也就是想让我看到 然后又跟网友在网上对骂 比如说别人问 你是打人者 你为什么做这种上进天亮的事情 他居然还说出一些问题 你们荷兰人就是该打了 荷兰老人被我踩在脚下 你们应该感谢我 居然说这种话 这个人的想法确实挺奇葩的 你这样按正常的逻辑来讲 你打人心里一定有愧 你怕别人知道 像他这样耀武扬威 四处宣扬生怕别人不知道的 确实少见的 我就觉得这个在搅局 我后来我就想 这个残血这个人 和张小伟 而且他两个残血用的头像 包括张小伟用的这个微博的头像 他就是截取我拍的那个视频的画面 就是那个飞起脚的画面 他就用这个做头像 就在大家猜测这个叫残血的分分的时候 网上又冒出了一个叫逮奸血 和用繁体字写的张小伟的人 也自称自己是打人者 这一连串冒出了打人者 到底哪个才是真凶啊 但是呢 他的那些画面 那些照片 确实应该说也就是打人者的 所以我就断定 我说这两个人 要么就是说 可能就是打人者本人 是吧 要么就是说知情者 或者是他的同伙 或者是帮凶